针对行政院长换人当的传言不断 虽然院长苏贞昌日前已经说了 时间哪会证明一切 但还是被媒体追问 今天上午苏贞昌再度跟陶渊市长郑文灿同台 但是不再回应这个问题 而另外昨天举办的秋冬游行 国民党向总统蔡英文喊话 要针对莱猪来辩论 苏贞昌表示希望已经杯葛11次的国民党立委 让自己上台报告 答许哪就是最好的辩论 让大家吓了一跳 原来是要以迅速生产口罩为例 强调继织人才的重要性 不过前一天的秋冬游行 苏贞昌也被国内反莱克多巴胺 美猪进口的民众列为头号战犯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更要总统蔡英文出来辩论来猪进口 依据选法规定行政院长 到立法院报告并答寻 所以寻答就是最好的辩论 就叛国民党立委让自己上台报告 苏贞昌和桃园市长郑文灿 两人都没回头一起出席 接牌典礼一人拉一边 这阵子隔魁换人当的传言不断 日前两人都已经回应过 还是被追问 现在恐怕也只能一笑置之 华世新闻城市长黄昭盛 桃园报导 所有内容都已经回典了